刚刚在谁啊 我叫司机 以后再敢撒谎 后果自负 回来了 你好 你好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 普通同学 这是李寻 是我同学 这是田修竹 刚刚在谁啊 我叫司机 司机啊 嗯 公主需要人扛包吗 不用 你这没多重 而且你 那你别磨蹭 收拾完来基地 你老板 早知道就把修竹根留下来了 至少还能帮忙手 说是很客气一下 还真不疯了 过来 把文档跟代码拷贝过去 扛个行李箱就累成这样 娇贵啊 你是老板 只要你付工钱说什么都对 那就赶紧过来干活吧 终于回来个打下手的 不过呢 咱们还是要有基地的规矩 现在还没有到开学的时间 你没有理由这么要求我 你这是恶意加班 是吗 要我加班也合一 你态度得好点 我想你是不想干了 成全你 明天放一天见 为什么 你不是有司机要配吗 把文档和大码拷给我吧 有空了 他不是我家司机 他是我妈同学的儿子 然后呢 我和他从小就认识了 小时候还比赛吃过鸡翅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吃吐了 然后呢 然后他就出国了 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他就是那个会画画的暖男是吧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满意了吗 可以把文档和大码拷给我了吗 朱颜 以后再敢撒谎 后果自负